今天为大家介绍银河3Lab的菜单设置 1.Motor电击力矩设置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找到Motor 单击波轮右键进入 选择你需要的电击力度 点击右键选择 此时稳定器呈休眠状态 只需双击电源键即可激活 2.Well 根胶滚轮设置 Sense 灵敏度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找到Sense 单击波轮右键进入 选择你需要的电击灵敏度 点击右键选择 此时稳定器呈休眠状态 只需双击电源键即可激活 AB Point Mail AB点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找到Well 单击波轮右键进入 选择AB Point 调节相机跟胶轮位置 然后选择添加A点 设置成功 显示对号 再次调节相机跟胶轮位置 然后选择添加B点 设置成功 显示对号 此时 跟胶环只能在AB点范围内移动 选择Clear 可清除AB点 Priority 滚轮优先级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Well 单击右键确认 选择Priority 选择你需要的滚轮控制设置 单击右键确认 反向控制滚轮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Well 单击右键确认 选择Reverse 选择打开 或者关闭控制跟胶轮的正反向 3.Joystick Reverse 摇杆设置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Joystick 右键进入 选择Reverse 摇杆反向开关 可单独设置摇杆垂直 Vertical 反向开关 或设置摇杆水平 Horizon 反向开关 按照您的需要选择 4.Rocker 变焦控制杆设置 Sense 灵敏度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Sense 单击波轮 右键进入 选择你需要的 点击灵敏度 点击右键选择 此时 稳定器 呈休眠状态 只需双击电源键 即可激活 AB Point AB点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Rawker 单击波轮 右键进入 选择AB Point 调节相机变焦轮位置 然后选择添加A点 设置成功显示对号 再次调节相机变焦轮位置 然后选择添加B点 AB点 设置成功 此时 变焦环只能在 AB点范围内移动 选择Clear 可清除AB点 Reverse 反向控制滚轮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Rawker 右键进入 选择Reverse 选择打开 或者关闭 改变变焦控制杆 正反向 5.Calibration 校准设置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Calibration 右键进入 选择Yes 右键进入 六面校准 选择No 右键 退出校准设置 六 Angle 电机角度微调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Angle 单击波轮 右键进入 选择Pitch 拨动波轮 进行 俯仰轴 电机角度微调 点击左键确认 选择Rule 拨动波轮 进行横滚轴 电机角度微调 点击左键确认 此时 稳定器呈休眠状态 只需双击电源键 即可激活 7.Focus 更交变焦器 设置 点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Focus 选择Light 或者Max 右键进入 然后选择 Upgrade 即可更新 更交器Light 或者Max 的固件 把About 关于本机 单击菜单键 拨动波轮 找到About 单击波轮 右键进入 里面会有 固件版本号 WiFi蓝牙名称 即图传固件版本号 您可以在ZyPlay中 选择最右边 我的图标 然后选择教程 在此处 您可以观看到 更多关于 智云稳定器的 教程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